娱乐圈里的新二代从一出生就被光环围绕,身上的关注度一点都不比父母上。 最近新二代似乎集体走上了放飞自我的道路,黄磊的女儿黄多多一直沉迷于彩妆和软发。 近日现身机场的多多更是染了一头金花,配上墨镜和口红显得十分早熟,被网友吐槽,太做做满满的网红气质。 在放飞自我这件事上,天后王妃的女儿李嫣更是首当其冲。 被送到瑞士贵族学校留学的李嫣,近日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个同学的合照。 照片中的李嫣化着浓妆打扮成熟,完全不像是一个13岁的孩子。 宽暗的环境看上去有些像成年人喜欢待的夜店。 不得不说,李嫣在国外的夜生活十分精彩。 正当网友抨击李嫣小小年纪就是逛夜店时,10月7日李嫣发文回应了逛夜店的传闻, 配图中写道,学校办的慈善party就变成夜店了。 原来所谓的逛夜店是学校举办的公益活动, 李嫣不仅不是光顾着玩乐,还是很有爱心呢。